国民党立委蒋万安磨刀霍霍 准备要参选年底台北市长的选举 但是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民调了 蒋万安跟陈时中指挥官的差距 相差不到三个百分点 而且在年轻人的支持度上 蒋万安还输给了陈时中跟黄珊珊 直接垫底了 我们可以说是万安警报正式响起 今天蒋万安回应也发下好语 要照顾每一个世代 他也说出提出 其中正经验唐改名 就是要正面迎战 另外他的老战友威农 今天也隔空对他下站铁 民调都是起起伏伏参考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持续的在地方了解民众的需求 我们要争取的对象是各个世代 各个不同的族群 我想我们在过去立法院 或是在地方上面 提出的各项理念修法立法 就是希望能够照顾到各个世代 提供最好的帮助 其实我提出中正经验唐这个议题 就是要正面迎战民进党的污名化 以及透过去威权化来行说两位蒋同仁的评价 蒋正总统过去守护中华民国 将台湾建设成反共的基地 经过前任接续建设台湾 而且晚年推动整体的民主化 我想这个在历史上对于台湾 现今各项的发展都有目共睹 相关的成果大家也看得到 我想这是历史的一部分 绝对不容磨灭 也不容扭曲 昨天有一份民调显示说 黄珊珊在年轻人族群这一块 是大胜蒋万安的 候选人的年龄 不表示你会得到什么年龄的支持 社会大众在乎的还是 大家对于议题 是不是有站对立场 我们在大家最关心的议题上面 有没有带着社会一起前进 那你认为蒋万安在年轻族群 议题这块是不是比较少琢磨 这个我没有办法为他发言 可是如果蒋万安是先辞掉立委 再去选市长 这个你要自己为他 你要这个问他了 年底的补选 立委补选 有这个打算吗 我没有这个打算 原因是我们不打算 这个把市长的这个 身为民进党员 我们不打算把年底的市长 这个让给让给其他人 所以我们绝对会全力以赴 全力的辅选 让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 赢得市长的选举 最重要的是为台北市民服务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面 不会有年底不会有浮选的问题 继续我们来看最新的民调 我们为您分析 台北市蓝绿白三人的战局当中 蒋万安的支持度是35% 陈时中支持度32.1% 双方只差2.9%了 而黄珊珊则是支持度20.7% 而东华大学教授西正峰就指出 黄珊珊的民调紧追在后 要弃黄保奖实在很难 国民党立委李贵敏就提到说 在野党需要组成一个大联盟 他支持政党的轮替 同时他也透露 黄珊珊其实是他的学生 了解到他的资源曝光度 还有他的媒体曝光度 蓝营的台北市选情要做通盘考量 那当然最后的时候 有时候是气宝对不对 有时候是萨喀都嘛 但是可以很明显说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还不是那么明显 我们看到这个 阿扁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两次都是觉得 试试干试水分 结果到最后当然有气宝 等等这些民调也会上来 这个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 或有一些变数忽然 就是对手的像新票案这个部分 或者是在希拉蕊好了 本来民调是赢很多的 总会输给川普 那当然这有一些因素 比如说有些不告诉你 所以我是觉得 还有努力的空间 因为他不是十而已嘛 二十几算不错的 然后除了资源以外 因为他有过去 他从过去到现在 因为行政这个历练 让人家觉得说 至少还可以看得到 因为这个现在不只是六都 未来的2024的总统 如果真的要合作的时候 必须要去协调 通盘的协调 目前为止就是说 如果是三分天下 其实民进党是中央是执政 那当然他就可以就是 一一代劳 OK 所以在野党如果不整合的时候 不管有你知道 是气宝还是怎么样 因为气宝是有点无奈嘛 对不对 那整的会比较好听嘛 不然撒嘎都的时候 民进党还是有机会 因为他资源比较多 媒体可以掌控 我觉得我一直以来 提倡的就是在野大联盟 为什么在野大联盟 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经过的 这个民党执政的这么多年 看到民不聊生 所以的这个国家的利益 不管是这个军售也好 或者是人民的健康 莱猪啊等等也好 全部都被牺牲掉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让在野党 能够有这个执政的机会 让这个政党的轮替 那提到这个黄三三 黄副市长的部分 因为他是我学生 所以其实我还算蛮了解他的 那他夹了这个行政的资源 因为他毕竟现在是副市长 所以他有很多的一个行程呢 其实都是能够让人民 看在这个 都曝光在这个人民的这个眼中 好我们持续来追踪 是年底的市长选举 国民党市长的人选迟迟未定 让不少市议员们很着急 找不到母鸡到底该怎么办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稍早呢 在这个高雄主持 蓝海战动营前 他有特别受访证实 原本锁定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要出战高雄 但后来他突然间 表态想转战桃源 因此变卦 目前的国民党 也在持续征询 党内统治的意愿 同时保留 与在野政党合作的空间 我们原本 我记得我说过三月底 希望能够 这个处理高雄 市长人选提名的这个问题 现在讲就很清楚了 当时就是锁定罗志强 他也 其实也 某种程度是 表达高度的意愿 后来很突然 转到桃源区 后面发展的事情里面 也都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事情就 因为这样子又碰到了 一些新的状况 那我们持续在 征询党内的同事 同时我们也 保留跟五党籍 或者是在野 政党的合作的空间 这样说 那现在大概最快 有可能什么时候会续练 其实 没有一定的时间表 这个就像民进党 他在他非执政的地方 包括台北新北桃源 甚至台中 他也都还没有人选底定 我们也没有一定说急着 就一定很快的来出牌 我们就是努力 再去寻找最有战力 最有条件胜选的人 好那么迟迟来看 国民党高雄市长 人选迟迟未定 不少被点名的人 都一一推掉了 像这样子的邀请 那么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活动时 被大家解读 是否已经决定好人选了呢 因为他也在之前 他就说四月初会跟大家报告 但今天都是四月中了 人呢 人选在哪里 指令人说 人选必须要是热爱高雄的 愿意跟高雄一起打拼的人 目前选策会 还在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希望推出最强人选 有关于我们全国各县市的地图 那我们会因应各地的情况 来做博散因应 那我们的选策会 也会做详细的规划 也会做一一的争取 那高雄总党一定要找 能够真正的爱高雄 愿意跟高雄一起打拼 愿意跟高雄一起战斗的好朋友 那我们会努力的 所有高雄的力量整合在一起 那我们整社会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努力 我们现在在做全国的顾题 那其实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把全国的顾题做好 那我已经说过 既然在做全国的顾题 每一个现实都很重要 我这一天在主要跟 针对我们很多的现实 我们有二十二的顾题 我们在做努力 那高雄我们还是会有 可能说会以原生 导致最爱高雄 用于跟高雄一起战斗 一起打拼的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项下咯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GO